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缘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,未来三天,这些生肖,福禄想不完,有钱花,生肖猪,生肖猪的人,性格开朗,豪爽大方,特别是他们的好人缘,会祝他们在事业上处处遇贵人,能够走得更为顺利,今年属猪人运走印星,未来三天,横财大发,喜事临门, 天丁天才,事业攀升,偏财大旺,事业有成,事业上红红火火,生肖狗,生肖狗的人,特别善解人意,为人处事热心大方,脾气特别好,所以身边朋友许多,一般贵人不断,终身福分满满,未来三天,横财大发,甩掉没运,横财大发不断,财富累积千万, 生肖狗的人,命宫有解神急心坐镇,运势飙升,极多凶少,无病无疾,好运接二连三,连续几天意外财路不断,不管出资获利益或是购财,都极有可能报的大奖规,赚得盆满钵满,笑颜竹开,生肖兔,生肖兔的人,品性良善,善解人意, 他们对待朋友和家人都非常的好,所以每当他们,在遇到困难的时候,都会有很多的人,前来帮助他们,即便是他们的运势,并不是太好,他们都会安然度过, 未来三天,横财大发,甩掉没运,正财大发不断,财富累积千万,财运临头,福气满满,变得幸福又富贵,令人羡慕,生肖数,生肖数的人本身的全体运势, 尽管算不上特别好,但是全体来看工作上,还是在稳定前进,自己的工作上也会比较辛苦,收入能够稳定增长, 未来三天,横财大发,财神爷发红包,钱财大发,钞票堆成衫,偏财发个不停,财源滚滚,生肖鸡,生肖鸡的人天生机灵, 聪明伶俐的他们,经常有不错的灵感和创意,善于交朋友,所以人际关系很不错,朋友很多, 五月份来临前,在事业上有不错的进步,就算是遇到问题,也能够化险为夷, 未来三天,横财大发,财神高照,菩萨保佑,横财发个不停,存款过几位数,生肖羊, 生肖羊的朋友福气超旺盛,财运也很旺,不受穷,不受累,下周开始, 他们大运更旺,日尽斗金,财博旺势,注定平安多福未来三天,横财大发, 身价翻倍,红运当头,横财大发千万,大富特富,还会天降横财,正财偏财都很好, 财运旺,福运旺,事业旺旺旺旺,生肖牛,生肖牛的朋友福气超旺盛, 财运也很旺,不受穷,不受累,这周开始,他们大运更旺,日尽斗金,财博旺势, 注定平安多福,未来三天,横财大发,身价翻倍,红运当头,横财大发千万, 大富特富,还会天降横财,正财偏财都很好,财运旺,福运旺,事业旺旺旺旺,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,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财源广尽,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 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,事事顺心,万寿无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豆母娘娘保佑消灾解难,皆迎大财运,五大生肖上前皆喜, 福神不但能忘记家中的老人小孩,更是能给人们生活中的各方面增添福气, 赶走眉心,让人更加顺利地去做自己想完成的事情, 今天小编就带着大家一起来看看哪些生肖的朋友未来四十九天, 消灾解难驱除美运,化身福神,受豆母娘娘保佑,豆母娘娘保佑, 这五大生肖命藏富贵,最近三个月处处都如意,处处都可以尽喜尽才, 生肖虎,生肖虎的人命里注定有一桃花节,而这桃花节也让你们的生活, 大为的改变,曾经一段时期,总是各种事情不顺利,各种不如意, 心情也一直处在低谷阶段,但是在近三个月里, 你们的命功之中,可有一大财神也来临,可以赚取大笔的钱财, 让这劫难的危难削弱到最小,心情回归美好,生肖马,生肖马的人你们做事情, 在前一段时间很难能够成功,往往做什么什么都不可以成功, 运势与生活总是背道而驰,但是这种情况在最近三个月里, 可以得以改观,天喜即兴钱,来你们生活之中送吉祥, 有喜事发生,可谓是喜事一来精神爽, 生活将处处如意,生肖狗,生肖狗的人, 你们的在以后的生活之中,将可以有大运发生, 生活可谓是艳阳高照,一切顺利不说, 还生活在光明的大底之上, 最重要的是,你们在近三个月里,财禄宫可有福星降临, 以后的生活都可以福气满满, 与此同时,还可长命百岁,心想事成,生肖牛, 生肖牛在今年的运势,也算是起起落落, 命里就是个容易被人蛊惑的人, 在前段时期里经历了小人的挑拨, 生肖牛的人还受了不少的气, 不过时来运转,生活依然是美好的, 小人真面目的出现, 让生肖牛的朋友开始有了警惕, 更是让他们有了远离小人的态度, 以后的生活,定然没有了小人的影响, 开始顺利,开始发达, 生肖蛇,生肖蛇在今年的灾星很多, 不过随着天气的转凉, 秋季的到来, 让生肖蛇的朋友, 还是褪去身上的烦恼和霉运, 迎来自己的都是崭新的生活, 和崭新的好运势, 命中更是急兴前来, 保持住未来几个月的好运势, 获得好收成,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及神相随,所求如意, 逢凶化吉,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 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 财源广尽, 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 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 寿彼南山, 年年有余, 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留下自己的心愿,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 自立等人, 大愿就可以实现,